好,然后麻烦就请快速点两下打开 好,就请你们打开这条档 里面有三点之外 好,总共有三张资料表 各位,可能要请你稍微了解一件事情 这个进口资料 这个进口资料 这些栏位 出口资料 这些栏位 它其实应该要有对应的档案 以及栏位 同意吧 可是我们现在必须要先告诉他 现在这个资料视觉化数据分析工具应用 这个档案 我们是不是应该告诉他正确对应关系 了解吗 为什么需要知道他的对应关系 是因为我们可能还是需要去看一下这个数据清理 可是如果你不用去看数据清理 那个对应关系 你就不用再去设了 我举例来说 好的 假设你今天你做好这个档案 你给你的主管 他其实不用知道你的原始资料来源 他只要看这些视觉化图表 对不对 你觉得他会需要花时间去学资料清理吗 他不会 听得懂吗 他不需要 他只要看这些视觉化报表就可以了 好 但是你们需要 所以我们必须要先把你的对应关系给设定清楚 请问我们是不是早上有下载出口资料 有下载进口资料 对不对 所以我们现在要先把它正确产生对应关系 首先第一件事情 请注意 如何设定正确的资料来源 正确的资料来源 所以点选常用 一请点常用 二请点选这个转换资料的地 下面这一个叫做资料来源设定 可以吗 点选资料来源设定 这是第二个动作 然后接下来请问一下 你们的电脑里面有没有这个路径 没有吧 对不对 这是我这台电脑的路径 可以吗 好 所以我们是不是要重新把它设定 好 也就是说 假如你今天 你是请我来去帮助你制作这个视觉化分析 那么你一定要要到什么 要到资料来源 可以吗 但是你应该知道说 通常这个原始资料是 我是做这个视觉化分析的人 对不对 那个资料来源在你的手上 甚至你的资料来源可能是一个网址 最好是一个网址 这样的话 你根本就不用再重新设定这个指定的来源 好 因为你的网址就会变成什么 HTTPS 冒号斜线斜线什么什么 可以吗 所以这就是我们所讲的API 好 那我们现在必须要好好的设定好这个资料来源 所以请注意 请注意 你不要两个都设到进口 两个都设定到出口 知道吗 出口设定到出口 好 我当时在做的时候不是给资料讲 所以要麻烦请你们要找到对应的档案 请点这个出口 然后接下来下面是不是有变更来源 好 麻烦请点变更来源 有跟上吗 变更来源你就可以透过浏览来去找 点浏览 在哪里 在哪里 是不是在我们下载的 我刚刚做的是出口 出口资料夹这个档案 出口 确定 那接下来 那接下来是不是进口 那接下来是不是进口 所以一样重新点进口 变更来源 然后透过这个浏览来去找找到应该是镜头 确定 确定 然后关闭 这样你的资料来源就整个都对应好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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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